妹妹是Mexican的大學統計學博士 超哥老爸黃明發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富一代總裁 超哥這個人因為家族中最弱最笨 用虛張聲勢來掩蓋內心的自卑 這種人就像一球刺蝟 身上的刺都是自我防禦機制 稍微一碰就會被挑戰 但他不負責任的分析一下黃國超 有一些人可能從小在一個環境裡面得不到成就感 他會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自卑必須得武裝自己 所以現在黃國超他其實最自豪的東西就是家裡做不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成為了兄弟 第二個就是做了一個自媒體 因為派已經變成他唯一能夠拿來取得成就感的東西 我比我家族的人都還要派 我做出來的事情是我家族的人不敢做的 我自己猜啦 在黃國超的世界裡面 那些真正的所謂的黑道 那些兄弟可能真的混起來長大的 應該是看不起這個人的 只是當做這個人是個肥羊 所以黃國超的世界呢 就是兩面都不是人 我自己對他的判解是這樣啦 黃國超他又介乎於他家庭是完全白色的產業 黑道是黑色的產業嘛 他就是卡在中間 他現在狀態就有點像是家裡看不起他 但兄弟人也沒把他當一回事 妹妹是Mexican的大學統計學博士 現在在美國的麥肯錫工作 要知道密西根是大學Top10 to 20的大學 基本上麻省哈佛史丹佛的下一階 而超哥老爸黃明發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富一代總裁 以前是台北工專也算是聰明人 老媽看起來也很有教養 然後早年跟他爸一起打拼 超哥這個人因為家族中最弱最笨 從下面影片老爸對超哥講話的樣子就知道 其實是蠻不屑他的 但對女兒可說句句驕傲 有趣的是家庭聚會超哥用人脈安排的行程 可能就是給他妹的火力展示 看到了沒有你哥我在台灣混的不比你差 大家注意看他妹絕對不會比他哥沒錢 但是穿著打扮樸素到不行 這才是真正強者的樣子 超哥那些高調的名牌跑車 根本就是家酒刺青同個道理 用虛張聲勢來掩蓋內心的自卑 這種人就像一球刺蝟 身上的刺都是自我防禦機制 稍微一碰就會被挑起 難吃我的東西怎麼可能會難吃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黃柏超就是最典型的自卑轉自大 讓他不負責任的分析一下黃柏超 有一些人可能從小 在一個環境裡面得不到成就感 他會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自卑 必須得武裝自己 那黃柏超的確他可能家裡有錢 家裡也不是沒有給他支援 所以於他在可能40歲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唯一有成就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到了一些他家族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成為了自媒體 那這個成為了自媒體 其實也是運用家裡的資源演變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現在黃柏超他其實最自豪的東西 就是家裡做不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成為了兄弟 第二個就是做了一個自媒體 然後有人在供奉他有他的同溫層 所以在我看來黃柏超其實這兩個領域 的確是他武裝自己最好的手法 因為他沒有其他任何的管道 可以在家裡面前說話大聲 因為爸爸這麼成功 做了這麼強的事業 讓家族這麼有錢 妹妹走在家裡要的家庭的生意的路上 就是可能未來做了很多 有的沒的以後也可以繼承家業 但是黃柏超就是一個沒有知識的 就是單純家裡給他資源的一個弱智 在這個狀態下 他在家族面前基本上是抬不起頭的 那當他抬不起頭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他就必須得去做一些 家裡沒有在做的一些不同的領域 比如說我去當8加9 能不能夠想像一個這麼優秀的家庭 卻孕入出一個40幾歲的白痴 把自己的頻道取成超派人生 因為派已經變成他唯一能夠拿來取得成就感的東西 我比我家族的人都還要派 我做出來的事情是我家族的人不敢做的 你們不敢派我派 你們能夠理解這個邏輯嗎 黃柏超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他就是家裡太過於優秀 他再也無法超越他自己家庭的時候 他就會演變出這種極端的武裝性格 他非常的自戀 但是他實際上他內心 他在他家族裡面是自卑的 所以他洗腦自己 我可以透過當8加9 當一個兄弟來取得家裡無法提供的成就感 說多少少 於他的這個環境 我是有一點點同情這個弱智的 但是沒辦法 這個人就是個弱智 很難以同情 我自己猜啦 在黃柏超的世界裡面 那些真正的所謂的黑道 那些兄弟 可能真的混起來長大的 應該是看不起這個人的 只是當做這個人是個肥羊 所以黃柏超的世界呢 就是兩面都不是人 我自己對他的判解是這樣 黃柏超他又介乎於他家庭 是完全白色的產業 黑道是黑色的產業嘛 他就是卡在中間 他現在狀態就有點像是 家裡看不起他 但兄弟人也沒把他當一回事